杨立维命中这个罚球之后 我们领先5分 时间还剩27.2秒 在随后第二罚不中 对方反踢 王思宇犯规给了对方2加1的体会 对方命中之后 时间还剩22秒 我们领先2分 对方军场紧逼 其实这一次我们很幸运 杨立维本已全球失误 但是球最后又回到了自己手里 有博主质疑 为什么李孟在这个时候不把球给杨立维 我想两个原因吧 首先在这个暂停之前 李孟临时被换上场 估计就是教练让他来罚球的 二 杨立维刚刚两罚一中 李孟更相信自己 不过随后李孟也两罚一中 我们领先3分 时间还剩15.8秒 随后杨立维犯错 对方投3分的时候 他犯规给了对手3加1的机会 对手罚球不中 时间还剩6.5秒 我们也没有组织其有效的进攻 进入加时 杨立说西班牙死里逃生 其实我认为不对 逃生的是我们 加时赛还剩40秒左右 我们落后5分 对方进攻 结果我们的防守还是按部就班 没有采取更精进一点策略 比如包夹持球人 让对方可以任意的消耗时间 幸亏对方不中 我们拿下篮板 杨立维推进到前场 时间还剩20秒左右 不马上寻找3分机会 结果还在慢悠悠的控球 至李孟从最后跑了过来 投进了一个3分 给我们保留最后的希望 随后对方要暂停 我们采取犯规赛数 对方走上罚球线 两罚一中 时间还剩13.2秒 我们落后3分 紧接着最离谱的事情来了 王思义运球到前场 李孟运连续做了两个挡拆 其实他都有3分投篮的机会 但是他没有投 闯给的下顺李孟如 这时对方也放弃了 对两分的防守轻松打击 时间还剩4.2秒 虽然已经来不及了 但只有队长杨立维 一个人去犯规了 一如当年的赵继伟 本来未有优势的比赛 但是在常规时间和家驶赛 教练组和球员 连续的犯错误 我觉得有时间 我们可以拍个纪录片 叫做女篮的夏天 我们好好分析一下这几个球 看看是不是因为 曾经的舆论环境 对姑娘的心理造成了影响